有请李一芳 欢迎欢迎 欢迎嗨就见面了 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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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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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好欢迎好欢迎好来 请坐请坐 欢迎好 来了 我们刚刚一直在聊冲啊 就是一直在问他们剧透 我们这样吧首先先给大家打招呼吧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猪一龙 祝大家新年快乐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猪一龙旁边的李一峰 祝大家新年快乐 哎我就很好奇 就是我觉得你俩上春晚的话 就哎第一个看着就 嗯大家懂我意思 看着很仰眼 看着就很仰眼 就我我很好奇 是什么样的节目啊 唱歌类的 唱歌类的 跟上一次合作是一样的 也是唱歌类的节目 对对对 那跟上一次比 人更多 人更多 哎我们先来了 上次跳舞人很多呀 就很热闹 这次唱歌的很多 就总之就很热闹 很热闹 因为我们今天来的嘉宾都说 所有的节目都很热闹 对 然后我觉得那个唱歌类的节目 跟平时有什么不同吗 你说这一次 对 会会很温暖 然后呢 也是 把这首歌献给一个城市 对 献给一个城市 献给哪座城市 武汉 哦 因为那个猪一龙是武汉人对吧 对 其实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和上一个节目 其实是 一块 算是一个整个有关联 对有关联 然后也想通过这首歌 把 把对于未来的期许 把明天一定会更好的这种 力量传达给全部的观众朋友们 嗯 我觉得那个对一龙来讲的话 应该是有不同的意义 我就跟大家聊一聊 就过去一年最难忘会最感动的瞬间吗 对你来说 对我来说其实是 疫情期间 然后我那时候看到视频 就是武汉的小区里面 突然有人开始唱歌 然后整个小区 所以大家开始一起合唱 对 在那样的状态下 大家都隔离在家 不能出门 对 然后相互打气 因为我去 那时候我去了武汉 武汉那个 就是 我去武汉过了个早 他们过早就吃那个热干面 然后去排队 那时候我就觉得 啊 武汉就是好热闹啊 还去了那个黄鹤楼 去逛了一圈 有满多好吃的 然后有好玩的地方 给大家推荐一下 家乡的美食吧 要不二位 这一份是四川人 成都人 你们不会过年 年份吃火锅吧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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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火锅 年份吃火锅 是一样的火锅 早上初一早上吃火锅 哦 那年夜饭吃 真的真的 真的大早上吃火锅 早上用火锅煮汤圆 哦 用火锅 辣的吗 辣的吗 对啊 那为什么要煮汤圆呢 直接 因为要初一要吃元宵嘛 好吧 辣汤圆 开玩笑了 我都认识 哎 我们当真了哎 美食其实我们团过年 年夜饭 其实就会有香肠辣肉 这是这是一定会要有的 香肠腊肉 对了 你们的严肴饭吃 严肴饭我们有比较有特色的像武汉的菜苔 对 然后还有咸鱼 然后排骨汤 那个藕还藕 藕对吧 排骨汤 那个很好吃 藕跟排骨汤 对 所以你们都不吃饺子吗 也吃 也吃 对 到12点的时候 正点说吃饺子 我们不吃 不吃 只吃麻辣馅的 麻辣 汤圆 对 火锅料的馅儿的汤圆 火锅料馅儿的汤圆 我们今晚的节目大概是几点钟 我们 差不多9点钟吧 9点钟 那一会儿就开始了对吧 对 那我们就赶紧了 我们下面的环节 就是我们的秒杀环节 我们请二位在这个 三头牛中选一个 选一个序号 二位共同选一头 对 共同选一个 你你选一下 我看有现在有什么序号啊 现在有 呃 这个是 4号 15号 和13号 选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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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商量一下 13号 15号 4号 8 8 8 那就4号 等一下 我们看4号里面有什么秒杀的内容带给大家 那二位就最后共同就着这个红牛给大家 哈哈哈 带给年吧 给我们的网友们送个祝福 哎 这个展现我们俩默契的 对 祝 哈哈哈 默契 还提起来 默契 祝大家 新年快乐 呃 牛年大吉 牛转乾坤 牛气冲天 好 好 谢谢 哈哈哈 哈哈哈 以后脸都热红了 哈哈哈 那可以准备 好好好 好 期待 来 赶紧准备吧 谢谢 谢谢 加油 加油 祝您好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祝您快乐